弟兄姐妹和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回到我们线上的美日曙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永不落空的应许 上帝永不落空的应许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章28-29节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 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 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 我们有没有尝试过 可能在比较年幼的时候 或者是年少的时候 我们答应过爸爸妈妈所要做的事情或承诺呢 又或者是父母亲所答应过我们的事 他们有没有兑现呢 或许我们也有没有兑现呢 是想一想 很多时候因为年幼或者是身为人的关系 我们会有许多的不足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答应过自己要做的事 或答应过别人要完成的事 或者是不再做的事情 给别人的承诺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真的不小心忘记了 也许有时候答应了 过后才会懊悔 更晓得自己好像有心无力 或过了一段时间 不再去可能那么的看重 当初自己对人所做出的一些的承诺 但是爱我们的上帝却十分看重他对我们的诺言 同样他也看重我们对他的承诺等 在这里更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无论时间如何变迁 上帝对我们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 他所答应过我们的必定成就 而我们要看重的就是上帝那永不落空的应许 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的 乃是以神的时间和他的角度去看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如此的说道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 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 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 我们得救其实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恩典所赐的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爱神 乃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他要拯救我们到底 我们得救乃是得着他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致灭亡 当我们得救了 从此上帝就与我们立了新的约 而神的约是不会改变的 更是包含上帝那大能的应许 在我们整个丰盛生命的人生计划上面 没有任何一种权势比耶稣来得更大 也没有任何一种的力量 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给夺去 当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如此说 乃是耶稣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他对上帝充满极大的信心 所以耶稣的人生态度 他并不是自信 他乃是对于上帝那份完全的信靠 耶稣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安全 乃是凭借着上帝他父神的大能 因为耶稣对最终的安全和得胜的信心 乃是来自天父上帝的大能 所以耶稣对最终的安全和得胜的信心 乃是领受于上帝而非自己散取这个的权利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应许赐我们永生 那凡接受耶稣为主的就成为他的羊 卑劣的人生已成为过去 我们则可以开始体认这个属神生命的辉煌与高尚 上帝应许我们的生命永不灭亡 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荣耀 所以上帝也应许我们可以得着 这个的安稳的生活 因为无任何人能从我们的手中抢走 神所赐给我们的 并不代表说我们不会有痛苦或者失望 因为乃是在我们最痛苦最黯淡的生命时刻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上帝 他那永恒的绑壁在保护着我们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但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 仍然有把握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宁静 今天上帝给你给我的应许是什么呢 他所赐给你永不落空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吗 如果上帝曾经说过 我们忘记了 求主帮助我们想起 记起跟回想上帝的恩典和应许 如果上帝要我们继续等待 那么就怀着欢喜和期待的心情 来等候他承诺应许的时刻的到来 继续拥有信心 持续的信靠他 无论如何 上帝的时间是刚刚好的 Amen 因为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上帝赐福你